服了服了 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堂堂两豪杰战了三百多天怕你们打起来 结果现在你们好哥俩手拉手走了 随着三一篇的完结 一人之下全新的故事即将展开 随着李沐玄的回忆结束 吴根生和陆景的恩怨已经交代完毕 而李沐玄也终于结束了在那森岛的逃亡生涯 勇敢地回来面对曾经的恩怨 只见此时陆景和李沐玄已经见面 沐游和那如虎二人站在一边 身后还跟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沐游开口说道 小娜待会尽量按住两位 如果实在为难的话 只听他话还没说完那如虎就说道 我知道就算事后陆老则怪 也不能让他在这有事 此刻陆景和李沐玄二人相对而战 只听李沐玄开口问道 怎么着陆兄弟动手吗 陆景却并不着急地表示 呼吸有点乱有伤小事不耽误 李沐玄此刻非常轻松 他好像可以接受任何结果 此时陆景表情玩味地说弄死你 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 说罢便抓住了李沐玄的手臂 走吧跟我回家坐坐 顺便我找人给你条条身子 于是两人手牵手地面对众人 李沐玄不禁表示 用得着抓这么紧吗 陆景则说我怕你再跑了 放心放心 我自己要是不想 谁也没法带我回来 老了老了变得这么有种 陆景和李沐玄二人就这么互相嬉笑了起来 于是二人便手牵着手 在众人的注视下离开了 画面一转 徐四对张楚兰和宝宝说道 这是指明给你们两个人的 就在树被炸掉的当天 抱歉 我们先看过里面的东西了 送过来的人是个受到公司监控的泰国人 张楚兰听罢有些惊讶 不单是我 还指明宝姐 徐四说对 你最好带上助听器 而此时的电脑上出现了一段视频 而视频中的正是前纳森魏伊利亚 只听她开口说道 张楚兰和冯宝宝 很意外把看到这条视频 其实我也很意外 会对你们这种在岛外只打过几回交道的家伙坦白 在山谷事件后 我对你们几个调查了一下 那个八轮应该是以雇佣身份出现的 除了夏柳青和王振球三人 其他人的情报并不多 可事后我发现那次委托表面让我们带朱迪进山 实际上是想让朱迪对冯宝宝出手 而你张楚兰当时却总是想比别人先进山洞 所以我判断你们两个与夏柳青三人的立场并不相同 正因如此 第二次见面时我对你透露了时期的情况 你的兴趣之大让我基本可以确定了 你们和那些人在某件事上的目标虽然一致 但立场绝对相反 你们可能帮不到我 可是当初张楚兰等人能顺利找到阮风 也是在自己的帮助下 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吧 以利亚 雄斯 毁灭树的真凶 亲手折下金枝的刺客 王的挑战者 看到这里张楚兰紧张地咽了一口唾沫 随后大家继续听以利亚说道 我对树的怀疑和不满很早就滋生了 但那些人确实推了我一把 画面一转 此时的以利亚刚刚完成通天谷的任务 为首的人表示物资都运走了 你的酬劳还满意吗 以利亚却并没有回答 而是表示任务都结束了 还联系我做什么 旁边戴眼睛的男子表示 有新的委托 以利亚惊讶于这么快又有新任务吗 而眼镜男表示这次的任务很简单 把我们带回岛就行 以利亚不解的问道 你们想成为岛民吗 不是 我们只是要带一个岛民离开 一个叫十七的岛民 以利亚说没机会的 任何人的进出都在内森王的监视下 可眼镜男却并不气馁 旁边的长发男子问道 以利亚 你知道山谷的任务 我们为什么会找到你们 对内森的了解 我们比你想象的要多 你是内森位中最特别的一个 你经常在外面抱怨那座岛 对吧 以利亚听后却表情平静 随后突然阴沉的说 看来你们了解的还不够多 我们这些位的身心都属于树 配合你们带走岛民 如果有人做出这种行为 王和其他位也是能够察觉的 眼镜男表情阴沉的表示 那还真是麻烦了 那就只剩一个办法了 开岛 开岛期间所有人都可以登岛 对吗 听罢以利亚直勾勾的盯着眼镜男 可眼镜男却还是说 这样我们去折金枝 你就不会为难了 对吧 以利亚 对 眼镜男的脑袋爆炸开来 一瞬间鲜血四溅 以利亚已经不能忍受 这些人的逼迫和威胁 可其他人却并不对同伴的死亡 感到惊讶和悲伤 只是默默地表示 回去准备行动 以利亚看他们这个反应更加震怒 他再次开枪送走了一人 可其余三人 还是自顾自地向前走去 以利亚咆哮到站住 如果你们敢用你们的脏手碰手 我会把你们都杀光 听到这话 长发男转头对以利亚说 要不这样 你先把我带回去吧 我会成为岛民 这个行为不算背叛吧 话刚说完 以利亚就一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心脏 而此时仅剩的二人眼中微微泛起蓝光 看来还是不行啊 为首的小土豆表示 不用着急 去折之的 不会是我们这些弱小的货色 从现在开始 有的是人等着你去干掉 以利亚此时举着枪 口中喘着粗气 脸上露出了纠结的表情 沉思了片刻 以利亚缓缓放下了枪 等等 在得到我的消息之前 不许派人上导 画面一转 此时的以利亚对树表达着自己的痛苦 您看到了吗 为了这么荒谬的理由 就要致整个耐森于危险 您的庇佑已经成为耐森所有人的枷锁 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无耻与疯狂胁迫 我不能认同这种毫无荣耀与尊严的生存 请聆听我的心声 无论您对她做何判断 我都将接受 说罢以利亚双眼流泪地跪在树前 而她好像也得到了树的回应 只见她将手缓缓伸向树 以利亚 琼斯 将亲手为您带来毁灭 以上便是本话的全部内容